好 永遠都是這麼時尚 先跟大家收聲好 大家好 晚安 曾經在這裡拍過MV 不過今天狀況不一樣 今天我們真的要來一個不解釋樂品 可是其實還是希望你來解釋一下 這個舞手偶心力學的新歌 不過今天一開始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畫面 要給大家看 幫我給Elva看一下 包括合作過的 還有這一次合作的 以及沒有合作過的 很多的音樂人 都對蕭阿瑄有一些看法 好 這是一張在彭樂盒演唱上 充滿能量和企圖性的專輯 原來蕭亞瑄把最好的愛 和最痛的情商 情商 情商 都留給了音樂 知名廣播 他叫我要旅遞三次的鴨饼 我們打開了你就進來吧 好 我們再來看下一位 來 剛聽到那個專輯的名稱 會解釋親吻 一聽就知道說是非常Elva的個性 就是非常獨立 瀟灑 那麼可是呢 還有很多讓人家想像的空間 我覺得這個 取得很好 那一件事情很棒 從Elva的第一張照片 就開始接觸到她 到現在 我覺得她就是一個很勇敢的女生 她很勇敢的去愛 然後 就算受傷了 她好像就是把它承受起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歌名 光是歌名又取得很像 就真的就是她自己本身的一個 一個經歷過程 你好 好久不見 我們上次都做到現在好多年了 今天剛拿到你的新專輯 我剛剛聽了不解釋親吻 這是什麼歌 承承傳你的歌詞真的是寫的 太妙了 那我會想要那個 不解釋親吻 我也很喜歡另外一首叫 有愛查看 我覺得都是很 很有意思 然後很有誠意的歌曲 不解釋親吻 讓我們直覺的 覺得這是應該是一個 熱情如火的專輯 就是 充滿了愛 充滿了各種 各種 強烈的感覺 一種專輯 她在錄音的時候 會認真做很多嘗試 越唱越瘋狂 如果沒有人支持她 她會唱到瘋掉 不過最後的成品 都很棒 很有活力 很有情感 恭喜 要恭喜各位 不管是瘋狂的脆弱的Alva 都被我收集好 剪好 放在歌曲裡了 Alva就是Alva 無需為她打分數 那其實這張專輯 其實像感傷就是 配器已經算是 簡單 對 非常簡單 而且是用比較 Vintage Soul 跟Vintage Piano 去表現 那我聽到的時候 就覺得說 哇很 都會 可是那個都會是 一個 都會女子 但她心中好像面對著 像現在看外面的 內容會反覆 去咀嚼自己曾經有過的勇敢 走過的一切的那個 一切一切的回憶 回憶 是 對 對 你剛剛有聞到對不對 我們真的把這個機器 翻到總統到房了 待會大家 出發個微博 然後我們的官方的攝影機 在前面 夾 那麼包括了有巧克力 這個非常高純度的巧克力 可以準備酸甜苦辣香 好 她的照片都OK 好 謝謝 來 OK 我是誰有誰的不愛就好 誰浪到 誰要慌張 誰熱烈的探討 路上解釋太無聊 請問才需要勤勞 真的愛才給人追求笑 我是誰有誰的愛 我只能不放跳 不會傻拋 不會隨便丟掉 不用解釋 不吵笑 黑話一起著老 我看MV 就覺得這個舞步 真的是至少麻煩的 感覺 對 然後這外國老師 給你編成這樣子 因為其實也是 我跟他在聊天 就是有想要挑戰 OK 就是想要挑戰就是 是四面八方 都看都有舞感 了解 然後我們想要Live 是感覺像一進到點 我們是四面大走 五四腳在這樣子 然後踩到後面 我真的也是 都抓狂 打狂 差點丟東西到 但是效果很好 而且老實說 因為Alva已經創造過很多很多舞曲 每次都在想說到底要怎麼突破 可是沒想到你又半刀 我覺得這個是很厲害 以前已經這麼棒了 可是一次又要比一次更厲害 對 真的很優秀啊 但是這個舞現場看真的很有power 是 歌詞喔 就如果比起剛剛那個sorry 這個就難記多了 這一段你已經背了 根本記不起來啊 對不對 這個唱現場就找麻煩了嘛 我們在練舞的時候 因為動作要跟字 很多要有溫和嘛 對 所以我們這次其實就是發明很多很特殊 很奇怪 像我們在牆壁上面要走四個不同的方向 所以就是只要到那邊要唱的詞 就會貼在我面前 然後讓我這樣對著去 一直對嘴對著去唱 然後到時候拍MV 當小字報這樣看一下 對 可是因為想著順便練習live的時候 要記得就是這一段在唱什麼 對 不然每次練舞的都是沒有對 沒有跟著唱 然後真正要開始表演之前 才要再把詞跟動作練在一起 是 我是誰 誰的誰 竟然你是誰 誰是誰 他的誰 她是我的誰 誰愛誰 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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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越來越有電競的feel了 不錯了 有八成有八成 已經算很厲害 加油加油 因為主打歌 你遲早有一天演唱會也會唱吧 前唱會也可能會唱 我會帶很多台電視機的唱片 別來情緒唱 哇 很少看到 我曾感動如何不敢少 怎麼未來會屬於過往 此刻我是勉強 過著緊張 一笑到好有笑 這一首是我第一次跟柯衛銘老師合作 然後我覺得這次很開心 就在這張專輯遇到他 他也很辛苦幫我錄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就是非常波折 所以 為什麼 他就分很多段路 然後就很辛苦他飛來又飛去 飛回來又飛去 飛回來又飛回去 這樣 所以就是最後終於自己沈澱下來錄這首歌 然後把這首歌很完整的去表達完 您自己現在到底是什麼階段 簡單分享一下 其實大家都很關心啊 菩薩斯啊 就很好啊 一直想要微笑 你們進行到什麼階段了嗎 就是 留愛茶漢酒 現在就被人熟了 其實現在 再具體一點講 你們現在其實就是 已經可以一起逛逛超市啊 買很多東西 你幹嘛啦 是不是 八包很多耶 請問你的八包是裝了什麼 我平常去超市 大家應該都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疑惑 我們去超市 其實你買了三包已經差不多了 這兩位買八包 是不是要拜拜 裡面都是拜拜的大包的乖乖 沒有沒有沒有 今天是真的朋友就是聚會 然後有朋友 是要跟朋友分享 然後答應說要請他回 這樣子 所以就 你自己有Cook嗎 還是只是買現場 有啊 我買 我用那個壽喜燒 燒鍋 然後是 消市 style 消市的壽喜燒 真的啊 就日本的那個Sukiyaki 壽喜燒 但是是有透過我特殊調味 我先用洋蔥開始燉 然後用那種青蟲 然後開始炒 然後把它燉爛之後 開始再加一些不同的醬 然後味醂 然後味醂 我是真的是自己去弄那個 這樣聽起來好像真的要把它包圍了 就好複雜 人家一罐就可以解決的東西 你要自己燉自己切 自己洋蔥自己弄那個湯 這樣成這樣有誠意啊 最後再跟大家謝謝一下 對啊 要謝謝所有朋友 對今天來然後這麼晚 然後希望 算只聽到就是六首 可是可以感覺出來 在音樂上 奧巴也很努力很用心再去嘗試 然後甚至唱得可以更深 跳得可以更大 然後自己在舞台上表現 可以再更不一樣 讓自己可以再 push 自己多一點 不一樣的奧巴出來 所以希望大家還可以 多把我的音樂寫進去 在你們同時寫 也就是我的很精彩的四首歌的時候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翻這個嘛 謝謝 這也不能怪大家 沒事要去逛超市 對不對 明天又花市 或天又浴室 對不對 但是大家很忙 其實這個真的六首歌 有辦法說 我們難免要提供一點這個 茶餘放過的話題給大家 但是也幫我們多多 這真的太醜了 對 再多多寫一點音樂的部分 不要只琢磨在受喜燒這個部分 這樣子 那也祝福蝦爾萱 才是我很獨立的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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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唱的蝦爾在你聽到 我唱一首八點春天 我唱一首 猜一首版本九的經典 在60年代的時候 因為空難她過世 但是流下的這首 讓蝦爾萱總是想吃 是這樣的嗎 真的嗎 蝦爾萱 這四首版本九的 這樣鋪漏我年紀 欸 腳哥都在點頭 好了 那麼真的謝謝大家 的時間玩了 謝謝大家 謝謝 谢谢 我们给大家加油一下 我们祝福下周八点顺利